我刚刚发了一条视频 跟大家分享我目前的这个短视频的一个收入 结果呢 交到了很多这个网友空降的信息 真的特别的多 真的是让我没有想到 全都是摸黑的 就是以为我是那个 科酒在杨湖游大家 我呢只是把自己的这块 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有信息这方面呢 如果想像我学习啊什么 我都可以去去交的 结果真的交到了很多人的不解 这个呢就是我的这个收入的订单 等一下我会把这些啊 一个一个的解读给大家看一下 是真的还是假的 现在是这个互联网时代啊 短视频的时代 为什么很多人对这一块不解 我真的也是特别的矛盾 短视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风口 特别现在任何行业 各行各业都是离不该短视频结块的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播的工具 特别是像我们呃现在在做自己的呃这个事业 在状业都是离不该短视频结块 所以我为什么坚持啊在做自己的供应链 在打造自己的品牌 嗯包括有很多呃也也是找我去帮带货 我都不接受人家的 我呢只是做自己的 还有一些呃 网友就说你家有你这个平台只有八点多万粉丝 一路走过来做短视频 到现在从开始到现在都是遇到很多打击了 有很多人说我这个普通话说不好 没关系啊 我普通话我说的好 那我还做这个吗 我就去做啊 这个播音员做处置去啊 对吧 所以做任何事情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 啊我们要签订自己的啊 这个目标自己的方向去做好就行了 别人绣我们在风间 我们绣上干不专就好了 没什么呢